原先我是一個中國大陸一個維權法民 來到美國以後呢 我感覺到就是在這個地方啊 共產黨那個滲透的非常厲害 對我們的維權深淵造成很大一個阻力 所以他們暗中在破壞倒爛 甚至要安殺我們這些人 我們作為一個我們曾經在大陸 遭受中共嚴重政治迫害差點上命的 我這麼一個人的話 對我在來到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 中共這個滲透這麼厲害 我感覺到非常非常憤怒 所以我從一個維權法民 我開始走上了一個民運民族運動人士 等於是我現在目前是一個 雙重身份的這麼一個人 曾經帶過紅領巾的一個少線隊員 我當時呢對中共的認識非常清楚 因為我已經遭到中共的政治迫害 差點傷命這麼一個人 對中共這個對我這個下毒手的 我感覺對中共已經不抱任何幻想的情況下 我通過你們大陸的法輪功學員 對於這個秘密的已經退掉了這個套在我脖子上的這個雷繩 我退掉它了 那就是少先隊員 我在海外啊到了美國以後只有一個目標 要把中共送進這個棺材 這個墳墓 這是我們的最終的目的 你們三退啊搞得非常好 中共啊黨團隊主持啊有不少那個不少成員 絕大多數了已經退掉了這個黨團隊 這我已經看到了希望 解體中共的希望 天滅中共的希望 把中共送進墳墓的這個希望 您中共這麼一個 號稱一個非常強大 牢不可破的這麼一個組織 我看來已經 現在看來已經維持不長了 搖搖欲墜了 我支持你們法輪功 曾善忍啊等等這些啊 我感覺呢天滅中共呢 是非常非常符合當代的潮流 當代的形勢 這是大勢所需 勢在必行 世界人民都已經看到了中共邪惡 特別是這個 這次中共病毒吸氣世界 造成世界各國人民不少程度的傷亡 這個傷亡的數字也非常驚人 沒有三退的人士啊 我希望這些這個 還在這個 在這個 三退的徘徊 在觀察 在觀望當中的這些人啊 我希望他們呢 應該清醒了 不能再 以中共為伍了 因為這個中共啊 你一個人為伍 你再默認 再不坑坡哈的 被中共這樣欺壓 這是對你的子孫後代 對你個人 對你的家人啊 對他人啊 對你的家庭等等等等 都會帶來了災難 也是不負責任的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行為 直視於中國人民面前 海外的 我們這個反共救國救民 這個組織的面前 正義人士面前 世界 全國民主國家 在面前 會碰了一個 頭破血流 在將這種事 中文化 最重要的 你 最重要的